民眾黨八席立委成了立院的關鍵手術 但除了這個黨團提案之外 立委想要以個人名義提案的話 需要湊足十五人的連署 那麼可考驗了民眾黨新上任的八位立委的人際關係了 所以也被譏諷了 只能變成小蘭依靠國民黨 還有不關鍵的關鍵八席 現在民眾黨立委林國成也出面緩加了 只要是好的法案 相信兩黨都會一起支持 民眾黨八席新科立委 讓新會期的立法院成了三黨不過半的關鍵 不過身為小黨立委想要提案可沒這麼容易 提案上面分兩個部分 黨團提案當然黨團只要黨團連署 大概就可以提案 另外叫做委員提案 委員會提案 那委員會提案就要數五名連署 但民眾黨只有八席立委 連提案的基本門檻都沒辦法達到 那再加上他們可能對立法院的生態 包含人際關係都不夠熟悉 所以為什麼他們這八席會變成小籃 支持國民黨的招委 這也是他們的困境 只要我們提出來是福果利民 還有對老百姓有利的 我相信找十五個人來連署是沒有問題 民眾黨立委趕緊出面緩加 好的提案不怕沒人理 不過民眾黨立委陳遭茲 長期推動的人工生殖法案依舊靜悄悄 反倒是民進黨和國民黨的范雲 和陳金輝等立委都已經分別提出 他現在跟國民黨的陳委員 他們也結合起來啊 因為他們的法案都一致嘛 國民黨他的提出來的法案 也是他們的優先法案 跟我們的優先法案 那個距離會比較近一點 大家就看衰說 現在我們就是只有少數沒有關鍵 那大家看嘛 在這個所謂這個招委的選舉上啊 都已經去做出這個小籃的表忠了 所以我相信這個民眾黨要提出 任何的這個法案啊 這個我想國民黨都會看怎麼樣 全力支持他們吧 少了大黨資源只能先湊合國民黨 民眾黨想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似乎還有很多挑戰要面對 記者廖凱成李洛彤採訪報導